美之兰总冠军已经逐渐的浮出水面 今天热队以104比98再次击败了雷霆总比分3比1领先 只要再胜一场小皇帝詹姆斯就可以成就冠军了 要知道第四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一旦出现3比1在NBA的历史上一共13次 落后的一方不但没有拿到总冠军 甚至连第七场都没有拿到 所以这场比赛要看双方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热队的态度很明确 拿下比赛从而拿到赛点 看看维德和詹姆斯的出场里展现出了他们旺盛的斗志 不过雷霆并不想让总决赛早早地失去悬念 首截威斯库鲁克首着的发烫 他在上半场就砍下了18分 全场的43分更是两队之首 雷霆队在第一节领先热队达17分之多 主队在第二节加强了防守 热队的反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而他们的外线兽手们也开始频频发炮 詹姆斯做诱饵 吸引雷霆队员包夹 然后小黄帝再将球传给外线空当球员 结果这招理事不算 依靠精准的三分球 热队在第二节将比赛追上 半场结束时 热队以46比49紧落后三分 而此时的詹姆斯已经送出了八次主攻 下半场詹姆斯的表现依然抢眼 本场比赛小黄帝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 12次主攻和9个篮板 差一点就打出三双 最后一节 詹姆斯大腿受伤 但是他轻伤不下火线 带领球队顶住了雷霆队的反扑 最终热队以104比98击败雷霆 总比分3比1领先 只要后天赛生一场 路布朗詹姆斯就可以成就他的总冠军梦想